如果像刚刚的动作 你可能要做很多的步骤才有办法完成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一键就完成的话 像我刚刚这边有做 那怎么去把这个部分完成 我先demo一下 因为瞬间就完成了 那实际上要做哪些事情 这个地方可能你第一个 你需要把所谓的开发人员先叫出来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的电脑本身是没有开发人 预设是不会出现的 那不会出现的话表示说 你可能还不会做刚刚的自动化的动作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要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这个可能有其必要性 那你可能就是切到开发 开发人员怎么叫出来 请记得 因为每个电脑的版本不尽相同 但是如果我是2010以后的版本 它的位置一定是在上面有个箭头 里面有个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的话 有个自定功能区 功能区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在自定功能区里面 可以切到自定功能区 然后呢 你会看到在你的右手边 会有开发人员 预设值是没有打勾的 也就是一般电脑 假如说你完全没学过 所谓的VBA 这个部分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打勾 那没有打勾怎么办 你就把它打勾一下 所以预设是没有 你把它打勾 按个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你打开 你的上方 就会有个开发人员标签出现 OK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你同事 身边有没有人把这个打开 如果有打开的话 表示说它的程度 应该是跟没打开的 会有个落差 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 之前 我有问过同学说 奇怪你怎么会来上 我的其他 像那种VBA课程 他说 因为旁边的人都会 身边的人 每个人都会 但我就不会 不会怎么办 感觉人家都很厉害了 按下一个按钮 什么事情都做完了 那他就觉得说 不学这个好像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都这么快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的 第一个 所以你怎么把它打开 这边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 那第二个的话 你可能要记得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要写一些东西的话 你要找到 在这个开发人员最左边 有一个VIO Basic 就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要自动化 打开它 其实我这边的程式 就是刚刚所做的动作 其实我把它盖刮成 有几个动作呢 总共会有五个动作 那这五个动作 包含就是 取消扩栏制中 跟把资料复制下来 其实这边 会有两个动作 然后呢 再插入栏 并且呢 帮我把那个名称 加上去 那最后再把 我需要的东西查出来 最后做一个自动栏宽处理 那我大概 再把这边细节 细部的东西 再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当然因为刚刚程式跑太快 如果你希望它跑慢一点的话 你可以 用那个所谓的 那个上面有个增错 增错里面有个组航 组航就是它可以慢慢跑给你看 所以我旁边有个组航 就有个叫F8 你可以 所以呢 如果你们回去 想要试试看 但是你还不会写程式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说你开启它之后 假设你这边 什么都没有的话 就像这样 打开它就是空白的 那你可能第一个 先找到我放那个 程式的地方 那我 程式我刚刚跟各位讲了 有些程式因为 没有把它放在讲义里面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 云端上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刚刚那一段程式 从Sub到Sub End Sub 就是我刚刚的那一段程式 如果说你回去有兴趣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第一个 先开启VideoBase 第二个的话呢 打开它之后呢 请你在这个 这个任何地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因为呢 我们写程式的话 都会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你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呢 假设你要试试看的话 你可以把刚刚的那个程式 从那个云端上面 因为这个都是可以复制的 也可以贴上的 你可以把这段程式 Ctrl C 太多了 把这段程式部分 把它复制 然后贴的话呢 就贴到刚刚那个位置 Ctrl C OK 然后呢 Ctrl V 好 这样的话 接下来 建议你是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F8 那我竹簧还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那个动作是我们手动 现在的话呢 是让程式自动 那这个原理原则 Fall 就是回圈 回圈就是重复做 重复做什么呢 帮我把这个范围 所有的 儲存歌里面 做什么呢 取消跨栏至终 那跨栏至终的话呢 在 英文里面叫Magic Magic 然后呢 如果要取消的话 就是 Amagic Amagic 的话呢 就是取消跨栏至终 那所以呢 我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从第二列到 第二十列里面的C栏 里面的这个 里面的东西呢 帮我做取消跨栏至终 所以我按F8 你会发现喔 这个时候呢 他就Amagic 有没有 这边就取消了 那底下的话 一样啦 所以你就一个一个 你看他从头到尾 都帮你把它全部呢 跨栏至终取消了 取消完之后的话呢 再做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呢 里面 储存格里面是空白的 所以呢 一样 我跑范围一样 是从第二列到第二十列 判断什么呢 他的C栏 所以这边会多学一个 刚刚是用Range Range物件指的是 范围物件 哪个 其实指的也是储存格 另外有一个是 Sales物件 也是储存格 OK 那只是说指的方法 不太一样 那我们一样喔 先确定一下里面 是不是空的 空的就是两个状号 如果是空的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他的上一列的资料 I-1 同一栏的资料 帮我call到 他的位置里面去就好 程式是这样写喔 所以把这边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喔 第三 这边空的 他会自动帮我把上面的 复制下 你会发现喔 这边就多一个了 一样的方法 再复制这一个 再下一个 因为有 所以他跳过了 我是判断里面有没有 有的话就跳过 没有的话 你就把上一列的资料 帮我复制下来 有没有 这个A2就出来了 那其他意思可以推了 就分别把这资料 一个一个 帮我把它全部 那这个 全部执行 他就瞬间就全部完成了 只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是竹簧跑 让他一个一个 帮我跑 至少比用人工来 快太多了 那当然呢 接下来就是 全部跑完之后的话呢 剩下就是什么 插入栏 插入栏的话 我这边用一个叫 colors的物件 colors 指的就是什么 目前的栏 用栏 那第几栏 第四栏 后面用insert 插入一栏 所以这边插入一栏 然后呢 并且帮我把上面的这个 加一个区域两个字 上面就区域两个字 在第三栏 再插入一栏 产品名称 最后的话呢 就是把那个v团栏 这个公式呢 全部都帮我丢到 储存格里面去 OK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设中断点好了 全部执行 全部OK 最后呢 再做一个自动调蓝宽 就colors.autofit 全部完成了 当然大家演练一下 细节部分 因为我们课程重点不在那里 所以我只是分享这段程式给各位 如果回去有兴趣的同学 你就自己到云端上复制贴 自己玩玩看 那至于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要不就是了解VBA 要不就是到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 有细节说明 给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这样的好处是 以后呢 你就可以透过程式 全部都完成了 那下一步就简单了 所以你如果每天做的事情 记得 不要每天再做一遍 太浪费时间了 把程式写出来 那事情就解决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会需要 请各位 再帮我完成两个东西 第一个 我希望 把刚刚的资料 帮我做成两个报表 那这两个报表 我暂时先不要用枢纽分析做 其实枢纽分析 里面的一些功能 跟Excel里面的函数 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如果你不懂的 Excel里面的函数 用哪一些 你当然会 对数据分析 当然就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做两个简易的报表 第一个报表是什么呢 就是 产品的报表 那里面我希望知道说 在这个 刚刚那个资料里面 它销售的产品里面呢 它销售的比数是几比 它的销售额加总是多少 它销售的台数是多少 假设是这样的一个 简易的产品的报表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区域 如果我今天是希望按照区域 来帮我做的话 假设这个报表 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讲义里面的第20页跟第22页 那做法上面当然第一个 我先产生空白的资料范围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把那个空白的资料呢 先做出来 那第一个的话 请你先把这边先 插入一个新的 空白的那个工作表 新增一个空白工作表 第二步的话 因为我需要的那个报表 前面是产品名称 后面是笔数 销售跟单位 所以我可以直接拿什么 刚刚做出来的 产品名称这边有 所以把它复制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到这前面 然后呢 把它栏宽拉宽一下 再来就是这边是笔数 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稍微打一下笔数 然后并且呢 帮我统计什么 统计后面两个栏位是 两个栏位还有什么 这个销售额跟单位 把这两个复制一下 然后一样放到这边来 那再来栏宽稍微调一下 栏宽调一下 然后笔数的格式不对 所以我可以用复制格式的方法 把这边的格式复制到笔数 那并且把那个框线再画 画统一好了 全部都红色的框线 那框线记得是在哪里呢 常用这边有一个画框线的地方 应该都会吧 框线的地方 那请你找到最下方有一个其他的框线 可以把这个其他框线点一下 然后把记得把范围先选取 然后呢其他框线呢 那绘制的方法我的习惯是这样 第一个先选颜色 选红色的 第二的话呢 外框跟内框点一下 按个确定 这样子呢 全部的框线就画好了 所以外框 内框 按个确定 OK 那这样调一下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个 这个空的 这边的话 名称我叫做 把它配合我们 这个报表里面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叫简易报表 挖湖产品好了 假设我的工作表名称 底下把它贴上 叫这个 或者你自己打一下 简易报表 挖湖产品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做完了这个 报表的表格之后的话 那请各位试一下 帮我统计一下 这个大哥大手机 在我们的通讯产品里面 总共的比数是几笔 几笔 OK 几笔怎么算 那不是叫你用人工算 是要用方法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实际上提示一下 你可以用Count if 因为它是计算几笔的话 一定是用Count 那Counts里面呢 这个范围里面 我还有个条件 是要找什么 找那个大哥大手机 这五个字的 所以呢这边呢 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做完这样的一个简易的报表里面 那我要查询的话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 第一个提示 用Counts里面 第二个的话呢 要把这个单位台数跟销售额 这两个 那边说里面有数字哦 我今天不是用算几个 我是要算它里面 如果是什么呢 大哥大手机就帮我把这个数字加起来 是其实就累加的概念 累加起来的话 那提示啊 你可以用Sum if 所以Count if跟Sum if 那其实Count if跟Sum if 实际上呢 在枢纽分析表 其实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两者是互通的 只是说呢 很多人不知道 原来 枢纽分析表 实际上就是帮我做Count if跟Sum if 那只是说呢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第一步 简易报表先做出来 那第二步的话呢 帮我把这底下的 三个栏位里面的东西 利用刚刚提示的Count if 跟Sum if 帮我做出结果来 做出简历的报表 可能我今天呢 我需求很简单 我只是需要统计这三个栏位 需要用枢纽分析表吗 其实有时候不需要啦 杀机不用扭刀啦 不然的话 反而会把事情变得更复杂 所以简单的事情用函数 复杂的事情再交给枢纽分析表 或其他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步 刚刚讲的 所以我刚刚 补充了两个 第一个 程式部分 程式当然比较难 所以看个人情况 如果你的程度已经到这边了 你其实可以延伸出去的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Sale已经是 大人等级的话 当然你告诉我 你不会写程式 你应该称不上大人 OK 所以你恐怕还有必要 再把程式部分补上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简易的报表 OK 简易报表里面 我要统计这三个栏位 先试一下 怎么做